今天为您带来重大新闻 共军实战演练恐吓台湾 天象异变 扶住天空半阳半阴 引发各界震惊 接下来我们为您解析 乌克兰战局突然升级 美国和北约高度紧张 战争会否进入新阶段 最后重磅内幕曝光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内部 竟然被限制发言 震动中共内部 另外 我们关于秦岗还活着 民调出炉了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三 我是云海 震撼全城 千万不要错过 别忘了点赞 订阅 留言 打开小铃铛 选全部 共军实弹恐吓台湾 天将异象 浮州天空 半阳半阴 中共福建平唐海事局 10月21号晚间宣布 解放军 于22号上午9时至下午1时之间进行实弹射击 且在福建省平潭牛山岛沿海 跨射近航区 22号当日 福州天空在线奇观 天空被分成两半 一半被白云覆盖 一半湛蓝无云 网友纷纷表示这是天江异象 表示十分神奇 当地气象部门解释 这一现象是由冷暖空气交替造成的 然而社交媒体上 摄影博主巴尔发布的照片 配的文字 天有异象 福州今天的天空 你们看到了吗 引发了热议 许多福州网友也晒出自己拍摄的奇特景象 一位网友说 今天的天空 好像盖了白色大被子 太奇妙了 另有网友担忧地表示 这样的异象 让人有种压迫感 仿佛灾难要来临 乌战可能重大升级 美国北约担心了 10月23日 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表示 华盛顿掌握了数千名朝鲜军人 前往俄罗斯的证据 但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具体任务 如果朝鲜军队参战 这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法国网报道称 拜登周三也警告称 暴军必须为其行为付出代价 美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 200亿美元贷款 并利用冻结的 俄罗斯资产利息偿还 此外 北约发言人法拉·达赫拉拉证实 朝鲜士兵正在俄罗斯部署 如果这些士兵在乌克兰参战 将标志着战争的危险升级 白宫发言人约翰·科比指出 10月初至中旬 朝鲜向俄罗斯东部派遣了 至少三千名士兵 他们从原山乘船抵达 波拉迪·沃斯托克 并在俄罗斯的几个军事基地接受训练 他警告称 这些士兵如果被部署到乌克兰 将成为合法的靶子 韩国和德国都对朝鲜军队的动向 表达了强烈关切 韩国召见俄罗斯大使 要求撤走朝鲜军队 德国外交部也召见朝鲜代办 警告此举将严重违反国际法 威胁欧洲安全 尽管朝鲜和俄罗斯否认相关指控 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 还在发翻译成韩文的信息中写道 你们不能无缘无故地死在外国 你们绝不能遭受于数十万俄罗斯士兵 同样的下场 他们将永远无法返回家园 经报习近平坏消息 中央军委内部已不让他发表意见 近期中国高层出现各种异象 其中中共军委副主席张耀霞曝光率非常高 与另一副主席何卫东形成强烈对比 据中共新华社报道 中共全军合成训练现场会 10月20日至22日在河北张家口召开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耀霞出席会议 观摩演习并讲话 此次线团会规格高 规模广 报道称 军委机关与关部门 军委联指中心 各战区 各军兵种 军委各直属单位 武警部队和相关院校领导参加会议 全军旅团级以上作战部队 有关训练机构和院校 省军区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 同步跟学跟训 阿波罗湾评论员王敦然表示 尽管新华社报道第一句就说 训练现场会是经习近平批准的 又说张耀霞参会期间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 关于加强军事训练的重要指示 探索合成训练新模式 创出部队作战能力 生成新路径 但这一次这么高规格军演 在习近平出国期间举行 就很不寻常 习近平看起来无关轻重了 不值得在习近平出国前 或归来后举行这次军演 美国评论员张天亮分析 习近平一出国 张耀霞就搞这么大型的陆军军演 和习近平强调的海空军演思路明显不同 古代制军是把练兵 调兵和指挥作战分开 以免兵变 张耀霞如今是集三项大权于一身 要么是习近平超级信任他 要么就是习近平靠边站了 张天亮还提到 2011年 吴锦涛一出国 薄熙来就在重庆搞军演 当时的梁光烈还跑去驻镇 这种事情是非常犯忌讳的 张耀霞近期明显异常的曝光率 引人关注 大纪元记者查看 中共国防部官网发现 此6月参加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露面之后 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仅在9月2日 在全军高级干部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讲话 以及9月13日 会见出席北京 香山论坛的缅甸 南非 巴基斯坦的高官 但张又霞 此6月参加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露面之后 又有超过10次高调露面机会 包括罕见会见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 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 及给航天员颁奖等 还有国防部官网 未列入的张又露面事件 习近平10月17日视察 安徽火箭军 某战略导弹部队张又霞陪同 值得注意的是 财新网对此的报道 罕见将习和军委副主席张又霞的名字 并列在标题上 被指释放敏感信号 财新网报道的标题为 习近平视察火箭军 毛吕 张又霞等参加活动 将习张并列 现在这个新闻标题 已无法在财新网网站页面找到 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表示 官媒的其他报道标题 大多只有习近平的名字 张又霞的名字 在新闻报道的最后才出现 而财新网的报道 将习张一同放在标题上 非常罕见 显示张又霞在军中地位不一般 他认为 这种情况的出现 只能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真正掌控军队的是张又霞 而且中共内部很多人对此都已经知晓 否则将张与习避裂就是僭阅 后果不仅张又霞承受不起 财新网的主编也承受不起 原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校参谋姚成 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共中央军委内部已不让习近平发表意见 这已成为事实 他说 习近平目前在中央军委中 基本上已被排除在军事事务之外 22号 国际事务评论员唐浩 在世界十四路口的节目中表示 中南海出现的很诡异的迹象 多个线索显示习近平很可能被大佬门跟张又霞 联手剥夺了军权 秦刚还活着 民调出炉 我们之前报道 习慌忙洗地 赶让秦刚出来走两步 布小田恐老底坐穿 有内部消息说 秦刚目前处于软着陆状态 生活安全有保障 仍享有副部级待遇引发一些质疑 阿波罗网热点直击频道的观众们的看法是 21%相信是真实消息 46%认为是假消息 33%认为无法判断 今天阿波罗网副频道的内容是 震惊 北交所狂飙 普京惊人宣告 双十一命运大逆转 今天我们将为您揭示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重大事件 首先让我们聚焦北交所的惊人表现 北正5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自9月24日以来涨幅高达93.39% 更有个股如爱荣软件 在短短15个交易日内暴涨超过9倍 这波疯狂行情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 是政策利好 资金涌入 还是市场炒作 投资者该如何应对这场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接着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舞台 普京突然发表重大宣告 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将如何影响全球局势 俄罗斯的下一步棋究竟会走向何方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个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 今年的双十一贡务节 为什么有人说今年的双十一彻底没戏了 这对消费者和电商平台又意味着什么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阿波罗网副频道 您在我们的频道首页向下拉 有副频道的图标 点击就可以进入副频道 在每个视频描述下也有主频道订阅 加入会员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